照片中充满朝气的大学生 是下个月就要开始实习的 准医师陈元旺 原本开心的冰岛毕业游 霸神车祸 从此天人永隔 准时会上150位亲友为他祝福 我会选择让他开胀 因为他喜欢吃油 所以我们把他放在心中就好 就让他自由地去奥向 能够平静地陪他走完这一段路 身旁的慈激志工是依靠 陈元旺的阿姨是马来西亚慈激志工 知道消息 立刻与英国志工联系 协助处理和沟通 建中的过程真的是 关关卡卡不简单 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好了 因为去到那边真的一个陌生的国度 那个苏贞师姐 他就一直帮我们联络 那个新加坡旧英国的大使 不只是在冰岛 当抵达新加坡机场时 志工已经把殡仪馆场地 和葬礼事宜安排好 过程中以尊重家属为主 更是全程陪伴 只要他回来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那因为他星期五回来之后 晚上就开始在冰仪馆这里办理上市 先把他问好那个场地 然后价格等等 然后让妈妈可以回来之后 就不需要为这些事情而奔波 圆满心愿将苦归清洒大海 一切随风而去 慈激人跨国接力协助 这份温馨情永远在心中 大海新闻如文君蔡赞泽 新加坡报导